这小羊羹都两个月了,又开始瘫痪了 腿粘不起来,也吃也喝,吃喝都正常 就是腿有点软,粘不起来 还稍微有点儿拉稀 看一下它这个拉稀,现在拉的就像那个小椎,拉的一样,成坨端 腿就是无力,四肢无力 小时候还没事,你看这都两个多月了,它又开始瘫痪了 腿软啊,给它也补钙了,补了两三天钙 然后,又给它补了那个锡 补过之后,现在还是粘不起来 喂它这个草啊,Clear啊,什么样的都吃 撞的还行,就是粘不起来,你看拉的 还是粘不起来 腿太软了,腿好像有点儿无力 但是它的身上呢,肉吃的还行,不算瘦 感觉就像有点儿,腿上有点儿缺什么了 然后去盖给它补,三天盖了,一盖也差不多了 过一会儿,还在再给它补一下那个,再给它补一下锡 顺便再给它补一只那个,贫血的 看这个大蒜结杆它也吃 看这个大蒜结杆它也吃 吃口上确实是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它就是在腿上 小时候,这些羊羔被狗给叼过 被梅羊羊 algorithm摇了一下 咬到腿了 应该不会是這個原因复发呀 给它打一下 先打一下那个 微生素 第十二 是贫血的 接下来再给它打 继续打那个 阳系微浴 补两三千 吸一看看 看看怎么样 钙也补了 吸也补了 再打它平鞋 看看能不能够站起来 能够站起来 能够站起来 都是它的 躁 精神状